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4日的语语新闻节目 我是法轮桥 先和大家讲一下今晚的新闻提要 李大维城油麻地暴动案11人受审 洪方说会将Telegram频道和联登文章作为呈堂证物 前年中大毕业礼校内游行 两名男生被控涉法表线和文字案提堂 上海的染疫数字持续暴增 同时抗疫资源投资 但是官方为了习近平的政治符号不破产 坚持执行清零政策 详细的新闻内容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星期四在立法会上表示 过去一年港区国安法成功实施 他举例警方拘捕危害国家安全的领头人物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和他的宣传机器《苹果日报》停运 邓炳强又赞扬有关部门激活煽动罪 去积极打击远对抗等 当局明言将会更加积极地 将涉黑暴的囚犯思想去激发 并推动《基本法》23条 和网络安全法立法 亦考虑加入间谍罪和假新闻法等 有香港学者向本台分析说 应同港府正是趋向新疆化管制模式 全方位月盐兼施 鉴制港人的意识形态和行为 香港保安局局长荡炳强 在星期四出席立法会财委会的特别会议 说新的财政年度预算草案中 保安局负责的范围撥款 是577亿港元 较上年度核准预算增加6.3% 占港府总开支7.2% 并且重点说港区国安法获得成功实施 在过去一年特区政府成功防范和制止了 不少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客位 包括第一是拘捕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领头人物 黎智英和他相关的同流人 而危害国家安全的宣传机器 停车日报也都停止了运作 另外特炳强也都列出其他的政绩 包括起诉涉及35家泛民初选案的47名泛民人士 打击本土恐怖主义 包括赌破激进港独组织光成者 引用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的煽动罪 向特首会和行政会议 建议行使公司清盘及乘抗条文条例下的相关权力 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策中剔除 以及积极运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下的权力 包括冻结总值超过11亿港元的罪行相关财产 不过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 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或文字罪 当局这次就形容引用该例是激活燃油法例 去打击远对抗的行为 但事实上这条条例过去一直被法律界和国际社会批评 说港府动用这个陈锋半世纪的殖民地恶法 去炮制文字狱 打压言论自由 拘捕大批公民团体成员 泛民人士和记者 包括资深传媒人欧嘉倫 公民记者萧云 当名前立场新闻高层 和出版洋川沛本案的 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成员等 根据有关活议内容 港府为了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 继续动用有关股法和各类权力之外 港人恐怕将来会面对更多的加勒恶法 包括《基本法》23条的立法 和法例考虑加入间谍罪 和针对假新闻的条例等 和定立网络安全法等 但勉强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时候说 因应新冠疫情《基本法》23条的初步建议 暂定在今年6月提交立法会讨论 相关法案将会陆续议定和咨询 另外当局也都针对在囚人士的惊讶和更新 将会继续积极发展智慧监狱 和加强协助涉及严重罪行 和思想激进的在囚人士 重新建立正确价值观 当中最受争议的是 会上披露成交署一系列针对2019年 反修例运动判监人士的措施 以协助他们去激发 包括指派专责个案主管 评估有激进思想特征的在囚人士 安排他们按部就班 去除激进思想 加强中国历史和国民教育过程 心理辅导等 为他们提供个人化治疗 退除极端反社会暴力思想 证教署说截至今年2月底 大约有250名在囚人士 自愿参与 形容反映正面和良好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 郑宇石向本台整体分析说 认同港府受到北京影响之下 正透过软硬兼施的方法 吹向新疆化的管治模式 全方位权制港人的思想和行为 以信从当权者 监督批判的声音的出现 比较过去有份量的公民社会组织 也都大多数没例外 已经停止运作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的确确感受到 公民社会很难生存 我相信近年香港政府在北京的影响下 是很重致意识形态发挥的影响力 在监狱方面会进行这些所谓 激化教育 但是在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从教材、老师的议论 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大学生会基本上也没办法生存 在整个教育 以及意识形态的环节 种种的限制是不断地收紧的 不但执法的整个系统是很严厉的 在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活动、独立 继续的生存都受到相当大的压力 我们也会在各种的选举环节 甚至一些专业团体的选举等等 意识形态的标榜、宣传也是很明显的 新一届香港特首选举提名期 即将在这个星期六结束 目前只有是警队出身 作风强硬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是唯一的参选人 外界预料如果李家超当选 未来北京治港的方针 会更加走向国安路线 根据港府今年初公布的数字 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 警方拘捕至少160人 超过100人被检控 赵亚洲电台记者李若瑜报道 2019年香港犯修例运动期间 警方在11月围堵香港理工大学 213人在同年11月18日 涉嫌在油麻地 违藝救赵被捕 其中11名男子军被控暴动罪 并各自面对一项以及多项在公众地方 管有攻击性武器 管有物品意图摧毁财产等罪 案件星期四开審 控方的开案陈词透露 将会列出Telegram频道的信息 以及连登讨论区的文章为证文 内容是呼吁其他人在案发当日 到九龙不同位置聚集 组成战线 营救里大里面的示威者 以及提供协助撤离里大里面人士的方法 又预发报道 控方读出开案陈词 说2019年11月11日 有示威者开始发动三罢 有人进占香港理工大学 警方包围里大 阻止其他人进入 警方报防和里大事件 去到本案发生当日 即是2019年11月18日仍然持续 控方详细引述 自2019年11月11日起 至案发日的政府新闻署新闻公告 警方的社交媒体 例如Facebook、Twitter 说警方和运输署均告知公众 里大和九龙一带的事态发展和执法情况 控方说 案发当日有人在网上 透过讨论区和通讯软件等的不同渠道 呼吁其他人在案发当日上街聚集 组成战线 营救里大里面的示威者 其中的战线包括案发地点的 尼敦道和家市居道一带 控方引述了一些Telegram群组 和连登讨论区的文章作为证物 例如Telegram群组 《糖水Channel》 和《将军传令》 《荣光风火台》 这些Telegram群组 和讨论区的文章 今晚8点尖沙咀8万人聚集 搞QE 《抵救里大》 《战术》 《里公撤离战》 《里公被困偏》 等等 内容包括号召前往九龙的不同地方 和提供物资 提供现场情况和警方的动向 又说里登道人数不够等等 其中有文章發布协助撤离里大人士的方法 也有文章号召迫使警方使用催淚弹 令至伊利沙坂医院需要向里大方向疏散 协助在场人士开路等等 洪峰說當日油尖旺尼敦道一帶的交通嚴重受阻 油麻地港鐵站已經關閉 案發地點附近 避漫著社會不安和緊張 情況廣為人知 當晚9點 警方到達尼敦道和家市居道一帶 設立防線處理示威 期間不斷受到示威者投摘汽油彈的責物 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 也與示威者對視 洪峰說本案的被告 在晚上10點半至被警方圍捕前在場參與暴動 當日大量示威者用口罩和防毒面具遮蔽容貌 更配有頭盔、護目鏡等的裝備 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 例如用雷射光線照射警方 向警方投摘汽油彈 警方估算案發的期間 示威者向警方投摘了250枚汽油彈 去到大約11點半警方開始設立防線 展開迴捕行動 接獲了213天 當中包括本案11名被告 其後分批拘捕 恐慌認為案發時毫無疑問地發生了暴動 恐慌認為案發前幾天已經一直發生眾所周知的利大事件 當局無間斷地強烈警告 而案發地點也不是正常的生活狀態 被告沒有前往現場的理由 在道路完全阻塞之下 需要特別的決心去前往案發現場 加上對視期間全區都有示威 警方發出多次警告 一般人必然知道現場非常危險 不可能圍觀 但是全部被告選擇留在現場 加上警方目睹 其中一枚汽油彈在其中一名被告手上吊下 而其餘被告都分別被控管 有不同種類的攻擊性武器 或者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等等 雖然控方沒有各名被告 在現場造出破壞社會安寧的實質證據 但是控方認為法庭可以根據以上的因素 肯定全部被告都參與了涉案的暴動 案件下星期二續審 將會傳召多名警員 運輸署和港鐵職員 以及油麻地的市民證人作供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愈發報道 前年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禮 超過100人在校內遊校 警方隨後拘捕多人 時間約一年半 港警國安處星期四 正式落案起訴兩名分別17歲和19歲的男生 一項專謀發表煽動文字罪 另外香港歌手阮民安涉嫌發布煽動言論 被指鼓吹仇警和唱出涵江市口號歌曲 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行為罪 案件星期四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 控方表示或者會加控阮民安欺詐性質控罪 兩單案件都會轉介區域法院處理 再由愈發報道 2020年11月19日中文大學畢業禮 有過百人在校內發起遊行 期間有人拉起橫額 校方其後報警 說活動涉及違反限聚令和公安條例 警方國安處第二天派出大批警員 到達中大校園調查和搜證 並在12月起拘捕多人 時間約一年半 港警國安處在星期四正式落案起訴 兩名男生一項全謀發表煽動文字罪 兩名被告分別為無業狂著謙 職業訓練局熱年級審聖男學生 案件本身在3月11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但是因為疫情延至星期四 控方說案件將會轉介到區域法院 申請將案件押後到5月4日 以準備轉介文件 並反對兩個人的保釋 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總裁判官羅德全 停取辯方的保釋陳詞後 說案件屬於國安相關事件 需要用國安法的標準 考慮是否批准保釋 但裁判官順立 加以適當的保釋條件 可以減低再犯風險 批准17歲的被告保釋 保釋條件包括3萬元現金 她媽媽3萬元人士擔保 不得離開香港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住在報清的地址 每晚10點半至翌日6點宵禁 每星期去警署報到一次 裁判官另外增加3項保釋條件 包括不得作出示為任何方式 危及國安的作為和言論 不可以管有並立即刪除所有電子裝置 包括電腦和手提電話內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 被告需要辭去學生會的職務 不得參與任何組織的任何職位 而同案的19歲被告 因為涉及另一宗案件 無保釋申請繼續還押 另外香港歌手阮文安 涉及發布煽動言論 鼓吹仇警 和唱出含光時口號的歌曲 被控作出一項或多項煽動意圖的作為罪 案件同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 她出庭的時候精神不錯 進入犯人欄前 向狂聽席的人士揮手 警方早前調查被告的手提電話 生意文件和銀行記錄 恐慌說 考慮到警方最新調查的進度 有機會交控她欺詐性質的控罪 申請將案件押後到5月25日 準備案件轉介到區域法院的文件 辯方不反對押後 被告沒有保釋申請繼續還押 報稱藝人的被告院文案被告在2021年9月26日至2022年1月21日 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即是在Facebook和Instagram發表陳述 具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特區政府或激起對期的罹冠等 她在2月17日首次提堂之後還押 多次申請保釋但被拒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愈發報導 上海疫情持續染疫數字暴增 同時抗疫資源透支 令官方的清零運動難以為計 但是官方為了雜事政治符號不破產 堅持執行清零政策 繼續強制轉換確診的病例採取隔離 但是基層官員向本台反映 實際上由於場所和人力嚴重不足 現在正是以風控降級應對 以及選擇性等部分確診者居家隔離 當中包括外籍人士 由王兆山請問報道 中國最大城市上海正處於嚴苛的封禁之下 在過去一個月來 多名市民甚至官員自殺 另外包括名人朗咸平母親在內 數量龐大的患者死於缺乏醫療救治 儘管當局宣稱上海取得第一階段抗疫勝利 但是實情是所謂清零政策 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已經頻繁崩潰 上海市最著名的金融種地 所在的浦東媒縣一名居委幹部聲稱 儘管民眾怨聲在道 但是目前上級領導還要求強制轉運核區內的核酸揚聲人員 他又表示由於防疫管控技術設置不足 倫理也反對確診者居家隔離 所以將隔離措施改為居家執行 在現階段仍然是空談 但是同系該區的世貿奔崗一名居委就透露 實際很多確診者可以不轉運隔離 至於哪些確診者可以居家隔離 哪些不行就要由疾控中心決定 我們目前受到的疾控的一個指令就是如果陽性是轉運 你有測出情況的年紀大的、身體弱的或什麼測出情況的 你跟疾控中一起出要求 如果外國人他可能語言不通或者什麼 只要疾控同意那你就居家隔離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社區幹部告訴本台記者 當局現時宣稱封控降級 但是它背後真正的原因是 場所和人力都嚴重不足 很多醫療和治安管理機構都處於癱瘓 或者半癱瘓狀態 上級要求轉運隔離 但實際上根本做不到 也沒有人願意去承擔由此可能帶來的風險 這名幹部又向本台表示 官方對上海疫情的報導不足為信 他指作為基層幹部 他們也只是跟著上面的指令做事 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至於能不能夠做到 他們已經沒有人在乎 本台記者多次分別致電浦東新區 上海市衛健委 但是也沒有人接聽 據家駐重江區蛇三的市民羅小姐 告訴本台記者 嚴苛的風禁 包括放艙 或者異地轉運隔離核酸揚性的做法 已經越來越難推行 每日暴增的感染者 也令隔離設施不勝負荷 民眾的憤怒甚至反抗 也令身處前線的基層官員深深退役 新聞裡面不是說還是要清零嗎? 因為雙艙條件人家也知道的 你有陽性的話 人家肯定會來拉你 只要你不跟他們走 人家要來你沒辦法 有些地方陽性很多 沒有人來拉 他們已經管不過來了 羅小姐又指當地目前物價飛漲 大封鎖措施造成的廣泛影響 現時才剛剛展現 她指包括她自己在內 因為風禁導致的後續生計麻煩 甚至是破產危機才剛剛開始 所以已經三週沒有去上班了 我們老闆准息很大點 那工資怎麼發呀? 像我們這種有房貸的 一定會比萬多呢? 沒有說很嚇人的 斷貸以後會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我們這種還在掃的呢? 現在很多很多打工的 睡在街上的 我們也幫不上任何的嘛 你連親人都幫不到 一點辦法都沒有 週二 市內部分沒有發現核酸陽性案例的社區 宣告解除徹底封禁 每戶每天 盡許一人報行外出購買生活必需品 據一份浩東區林兒七居委的文件聲稱 上海方面已經調整政策 發現有陽性案例的流動實行封戶 而不像之前那樣整棟樓的居民都要隔離 另一份被指是長寧區的內部通知聲稱 4月7日以後發現的核酸陽性者 如果沒有轉運隔離的就不再轉運 而是對他和他共同居住的家人 實行居家封禁隔離 並且以檢測抗原和核酸 兩次檢測陰性 並隔離超過24小時就可以解封 繼續居家健康管理7天 但至今為止 於長寧區委建委沒有對此置評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上海市自上個月底開始爆發Omicron疫情 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親自批示之下 上海實行嚴苛封喊措施 民間原聲在道 近日中國網絡一道封傳一篇 又匿名上海市民讚稿的潮問 叫做《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 這篇文章細數封城期間種種的問題 即即種種封控科政是連坐的賠罪制度 中共網絡目前已全面封殺審查這篇文章 但中國網絡特別是上海人 仍然透過種種的方法傳閱 這篇文章自出 上海市封城以來 每天都有擦身底線的事件 包括急需收治的病人 在等待核酸過程中離開人勢 有網傳某區委建委幾位幹部 在巨大壓力之中在辦公室掉頸失望 中小學突然變成了方倉 學生學業荒廢 方倉醫院停電、停水、分辨橫流、沒有人修理 文章也質疑 所有的專科醫生都撲出去做無止境的核酸檢測 大部分的醫療系統停擺 所有新冠以外的病人掙扎在生死線上 無法就診、無法手術、無法配藥 打熱線、找居委 遇到的標準答案永遠都是已經佈了上去 這篇文章的作者也直言 相信政府只是封四天 就買四天食物的市民 已經紛紛陷入了斷糧危機 溫力嚴重不足 在我所在的區域 幾個買送的APP已經停運 連搶菜的資格都沒有 只能夠依賴小區熱心市民發起的斷購 文章進一步批評 令小區居民怨恨不恨幻想 讓陽性的鄰居製造陽性似錦 制度重重障礙 轉而矛盾群眾內部 懲罰有陽性的扭動不解封 如果這樣也不算是連坐陪罪制度 那是什麼呢? 作者也痛斥上海官員 所謂的無益小區目標 認為是滑天下之大溪 作者質疑 為什麼不創建沒有感冒小區 沒有愛知小區 又或者是沒有自瘡小區呢? 這篇上海人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的文章 獲得中國網民巨大迴響 在一些討論區裡 即使跟進評論也有十幾萬人點讚 其中有網民表示 這篇文章如果被刪除 刪除的人不得好死 但是這個評論就有超過18萬人點讚 也有網民呼籲 被官府查封之前要快點點讚 也有網民指出 上海之所以偉大 一直是因為人民而並非官府 也有網民不點命直批 親自指揮抗疫工作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而這篇文章 現在已經被中共官方全面審查封殺 但是網民仍然和政府鬥志鬥力 以各種方式傳閱文章 在《中文論壇》網站品聰 以及《中國數字時代》 目前仍然保存這篇的章文 接著是下則的消息 英國的《經濟學人》 和美國的《紐約時報》等 多間的外國傳媒 近日先後發表評論 斥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施政 批評習近平為個人權力 尤其是在中共二十大連任的成績 說他為所欲壞造成嚴重的危機 由胡亨文不斗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以封面專輯 狠批習近平的多項施政 報導直指習近平在防疫、經濟、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問題上 都犯下大錯 文章指出 習近平為個人權力為所欲為 對外狂妄自大、囂張拔護 對內迷戀控制、一人天下 令中國內外飽受壓力、民怨四起 有中國大陸的傳媒人說 中宣部已下令全網封禁經濟學人 與此同時 《紐約時報》在星期三也發表文章 指中國的防疫政策已經成為了單純為了迎合 習近平權力政績的毛澤東式運動 當下的每一個人都造樣 《紐約時報》指出 中國的清零亂象證明 在專制制度下 所有人都受到傷害 報導指出 習近平一意孤行、不理會專家的建議 拒絕和病毒共存 反而堅持使用2020年時候 依賴大規模病毒檢測、隔離和封控的做法 這個令到一億人生活就像按了一個暫停制一樣 將幾萬人送到臨時搭建的隔離設施 剝奪了很多非新冠患者的就醫權利 文章指出 中國政府以控制疫情為名 正是將在新疆使用、壓制社會的手段 越來越多地用在全國的其他地方 現在在他們之中 很多人正是遭受到這種做法的後果 但與武漢不同的是 已經再沒有什麼公民記者 或者大型志願者的團體 願意出來幫他們了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胡海文報導 今年世界衛生大會 將會在5月22日至28日舉行 台灣外交部長吳超舌 證實仍然未收到邀請下 但台灣政府不會退縮、不會畏懼 計劃爭取理念相近國家支持 透過不同的方式聲援台灣參與WHA 對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感染新冠肺炎傳遇之後 會不會訪問台灣 吳超舌就說有進一步消息 將會公開說明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外交部長吳超舌 14日前往立法院報告前 胡英傳媒提問 關於今年參與世界衛生大會進展時表示 目前仍未收到世衛的邀請函 這個事情在這邊跟大家說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接到邀請來 但是跟過去一樣 我們就是不斷努力在國際間推展 擴展我們的友誼 希望能夠爭取到更多支持我們的單位和國家 到目前看起來 我們能夠爭取到更多的國家來支持我們 在這個方向上面跟大家說明一下 吳超舌在報告的時候表示 當前國際環境為台灣推動國際參與提供機會 原因包括理念相近國家在多邊牆域 共同捍衛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國際關切重視台灣國際參與議題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台灣扮演更積極角色 也與民主夥伴形成善的循環 至於美國副國務卿麥肯伊 8號回午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討論世衛組織財務與改革 麥肯伊當面向譚德塞呼籲 應該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司長邵伊方 接受立委質詢的時候表示 因為這是一場雙邊會議 美方沒有向台灣透露譚德塞的回應 美國會用哪種具體方式協助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應該由美方說明 台灣不宜代替美方宣布 另外據日本富士新聞網日前披露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原定訪問日本後 10號到台灣訪問 後因出發前新冠肺炎陽性取消亞洲行程 吳超舍回應傳媒提問關於佩洛西後續行程表示 適時對外說明進度 如果說還沒有在成熟或者說好要對外發言之前 我們目前都沒有任何的說法 那我再說明一次就是說 要邀請其他國家的這些政要來台灣訪問 這個是我們的工作 那如果說有成果的話可以跟大家說明 我們全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茲 將在15日訪台 外交部長吳超舍表示 外國政要能夠到台灣訪問 這是對台灣展現高度支持 外交部都表示歡迎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據台灣《自由時報》的報導 李明哲週四抵達廈門之後 週五將會乘搭廈門航空編號MF-887班機 班機預計上午8點45分 由廈門高期國際機場起飛 在早上10點25分左右抵達桃源國際機場 而李明哲反台之後 需要按照台灣的防疫規定 進行10日的入境檢疫隔離 李明哲的妻子李靖宇 週四發表聲明 說她知道的並沒有比傳媒知道更多 聲明進一步指出 李明哲反國之後 將會和所有人一樣進行隔離 無法在第一時間面對新聞傳媒朋友 希望大家包涵 她強調如果一切順利 將會在隔離之後 正式舉行記者會 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由於令星期四也回應說 由於家屬一直沒有收到中國方面的通知 因此李明哲的家人仍然靜待消息 如果消息是真的話 因為目前疫情緊張 家屬和救援大隊都不會去接機 李明哲因為網絡言論 在2017年3月 經澳門進入中國大陸的時候 被中國當局逮捕 同年11月被以煽動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 以及剝奪政治權利2年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週三在禮行記者會上表示 李明哲將會在近期執行5年的有期徒刑期滿 依法釋放 有關方面在近日會安排李明哲反台 週二 美國發表了2021年國別人權報告 隨後央視在官方微博中說 美國是全球最大的人權側自國 誰知評論區一時間成為了央視大型番車現場 網友舉出上海封城民眾的慘況 和其他公共事件案例 駁斥央視的說法 由吳逸堂 請問報道 在星期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發布美國國務院2021年國別人權報告 點名批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暴行 在長達90頁關於中國部分的報告當中 也譴責中共當局 對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特決穆斯林 實施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 對西藏系統鎮壓 侵蝕香港自治和基本自由等人權惡行 北京時間星期三晚間10點 中共喉舌媒體央視 在他們的微博官方帳號上發文 指稱美國是全球最大的人權赤字國 要求美國拿人權手電筒照照自己 央視微博羅列美國人權劣跡 聲稱他們對內戰役躺平 大搞政治操弄 任由種族主義病毒和新冠病毒一起蔓延等 對外就強推霸權干涉 熱衷顛覆他國政權 央視更明顯為被美國制裁的俄羅斯抱不平 聲稱美國以人權為藉口 以制裁為手段 對他國施壓威脅 那些微博內容得到很多微博認證的 中共官媒轉發 一度衝上微博熱手榜 但至到星期三深夜時分 這條微博點燃國內網友憤怒情結 討論區成為了大型翻車現場 很多網友利用新浪微博審查的空隙 嘲諷央視對美國的指控 並列舉上海封城下民眾生活慘況 鋼素豐原鐵鏈鋁 以及其他打擊言論自由和權利不公等事件 批評中共官方把國內社會問題的危機轉嫁給美國 網友鴨尼山大000寫道說 天天打著不干涉他國內政的房子 大量報導國外負面新聞 意識形態不同抹黑可以理解 但是國內防疫形勢這樣的情況下 還不忘報導這些新聞 就難免令人懷疑你的用心 我們不是沒有判斷能力 不是你們幾條新聞就能夠忽悠的 而網友何彩萬來的評論就寫道說 上一秒才剛剛看到上海抗疫無奈求助 下一秒就看到文化自信國大譚人權 也不知道豐原的馬賽克打了在哪裡 而網友溝念尋師者就說 好像個怨婦一樣天天在罵人 好像其他國家都已滅亡了 都是人間地獄 我們曾經圈吵和諧的國家 為何變得這麼傲慢和有怨氣 就是欺負很多微博用戶被關在信息牆裡嗎 知道他們沒有真正去看過外面人的基本生活 我們國家不存在人權問題 因為很多人還是沒有活得像個人 好像老信所說 沒有嘗過什麼是人的感覺 與其管別人不如正視自己的問題 很多網友對井哼式的民眾心聲表示驚訝 稱其為覺醒之夜 但是不出所料的是 新浪微博審查員 刪除所有這些回擊央視的內容 直到星期四在央視這條微博下 再現所謂和諧一片的場面 但是網友賴藏意就認為 事件估計能夠搖醒一堆盲目愛國者 又有網友表示 有幸在這個沒有網管的凌晨 見證了人民覺醒的開始 這個討論撕毀了所有偽裝的歲月正好 北京資深記者高瑜向本台表示 習近平在目前俄羅斯入侵穆克蘭的戰爭當中 選擇支持俄羅斯 象徵與文明世界的隔絕 對外在防疫政策上 又使用反人類的方式 激起民眾的不滿 而央視作為中共喉舌 只能用造謠的方式繼續愚民 中國和整個西方的文明世界隔絕為敵 在國內它殘害人民 種族滅絕摧毀香港 對於防疫精靈弄得 讓海市民跳樓自殺 這都是犯的反人類罪行 央視為了掩蓋它這種罪行 它現在就嫁禍於美國 中共現在只能用謠言治國 高瑜認為 艾國獨裁鐵權的民眾很容易清醒 獨裁專制的這種鐵權 已經落在老百姓頭上 上海人這次可嘗到滋味 嘗到滋味了 所以這些人的覺悟起來也快 上海普通居民桂孝龍 在上星期向中共當局發起 為上海人請命 停止運動式防疫行動 他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表示 鑑於當前上海民眾 生命權都沒有辦法保障的現狀 據有惡劣人權記錄的中共當局 和全星同樣是 沒有資格說美國 面對中共大規模封殺民眾聲音 依然會有人記錄這段慘烈的人權災難 是呼數的聲音的 2,600萬的沙海人 他們都在清理這樣一個苦難 他們也是見證人 想窒息我們每個人發生的權力 你們做不到 央視做不到 共產黨做不到 北京中央政府做不到 習近平先生也做不到 除非你斷網 除非你把我們這些人全部屠殺光 大規孝龍也表示 上一次的公民覺醒之夜 是在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的時候 希望民眾覺醒之後就不再沉睡 希望這個夜晚的言論廣場 無被剿殺 近日隨著中共當局 親俄立場 在國際上被點名和撻伐 以及由於以限制民眾權利為代價的防疫政策 遭到國內民眾抗議 央視主持人也趨向戰狼化 星期二 央視主播海霞和李子民 將美國抹黑為美利以禍眾國 但民水利劍失靈 討論區也現撻防現象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更多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官網 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 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